老杨到处说 欢迎我们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仔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新包装 新的茶叶上市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不厌其烦请大家谅解 又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谈两个观点 第一 有人认为人类历史有三个陷阱 群众痛恨真相 政客鄙视教训 专家没有良心 这说起来很绝对 但是葛建崇教授最近有个大摘问 有针对性 很尖锐 但是没有答案 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介绍第一篇应该是推广 塔奇曼著作的文章 但是上述三点人类历史陷阱 对我很有启发 随着而来的葛建崇有几个大摘问 其实也很有针对性 这里面的故事是从911事件当天晚上 美国有个作家叫苏珊雅格比 在纽约就在发生地的纽约一个酒吧 听到了两名男子的对话 一个男子说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 以另外一个男人问 珍珠港事件是什么 甲方说 另外一个说 就是当年越南在某个港口投下了炸弹 从而引发了越南战争 我们都知道美国民众一向很少关心世界新闻 但是他们的历史的无知的程度 宁能让这个雅格比感到惊讶 甚至感到哀叹 其实这一类的惊讶和哀叹 往往出自以精英的群体 因为关心历史了解历史 事实上是一个有门槛的活动 也就是说 即便在阅读历史的读者 甚至是历史的住宿者中 也存在了鲜明的层次的差异 这个论者说 历史存在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求知和求真 一个愿意花时间读历史的人 往往是爱知求真理性谦卑的人 当大众沉迷 沉迷流行的时候 俗文化的时候 他们已经愿意踏出探寻历史真相的一步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步 因为敢于追求历史真相的人 需要翻越很多极大的障碍 因为很多真相 之所以被遗忘 要么就是其中有令人不快的记忆 要么就是他们认为并不重要 已似乎被乘风甚至消失在创伤岁月之中 所以我一个朋友叫徐哲隆 他花了很大的劲 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一些援助 多少卢布 多少枪支弹药 通过什么路线 引进了中国来 藏匿在什么地方 那顺便就把东江冲队 跟北方来的恶王支队的抗命拒绝 会合的一些历史的因果 也揭露出来 所以呢 很多被遗失的历史真相 最重要性是被长期低谷 包括一些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宝贵的观念 为什么在当下 智能时代信息爆炸 我们寻找真相的困难会越来越明显 海量的信息就像海量的泥沙 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日 总是要被掩藏其中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 之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公正还原历史真相 当然也有政治先行 也还有价值先行 凭自己的喜好 凭党的要求 筛选史料 甚至推理想象 来捏造甚至演绎历史 当然我们也知道 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理性中立可观 作家一定有自己的态度 也应该有自己态度 这无可厚非 但是一个合格的历史作家 就必须有一个隐身的说书人 既经得起文献检验 又应该有细节相互的印证 既有整体完整高度的视角 有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 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 也是这样一个原则 除了历史本身 渴望真相的读者 也面临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也就是历史真相 经常被强行的遮盖和扭曲 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环境的限制 也有历史学家自身的错漏 如果没有外力加持 很难扩散流读 所以历史包括思想市场 要保持公平竞争 真相总会水落水出 面对强权的威慑 只有极具实胆 历史胆略的作家 才敢于捍卫真相 这是第一个城市 第二个城市是见识和教训 真相固然重要 但真相本身不一定带来 见识和教训 中国古人常说 以史为鉴可以知心辟 所以第二个城市 就是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 上升为历史的智慧 解决现实的问题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 都很重视历史这个功能 中西有两部重要的历史借鉴的归纳 一部是波罗奔尼萨战争 一部是中国的知智通鉴 都是东西方世界 各自在这个领域的交交者 不读历史的人 会重逃历史的辅测 读历史的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 不读历史的人 重复历史的辅测 所谓阅读历史 吸收教训 这是个避免犯错 避免犯大错的举事会 这是人皆精致 人尽皆知的古训 但关键是另外一个现实 同样是关心现实的读书人 同样的历史文献 有人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 有人是读出了 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 尤其是那些擅长玩弄 全谋的聪明人 为什么往往会做出 最愚蠢的决策 因为他们自我催眠 先路为主 凭主不观意愿 曲解历史的教训 不会审时夺势 当然也更不会自我的反思 所以为什么自由人 是可以借鉴历史借鉴 这个经验 因为呢 不仅仅是因为历史 给了我们新的真相 而我们可找到一些 本来合情合理的东西 而所谓真相是什么呢 所谓的真相 就是印证人性深处 普世的正义感 同理心和存在的东西 这是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洞察人性 悲悯人心 超越政治实用主义 这是黑格有一句话 人类在历史中所 是能吃虚取的唯一个教训 就是从来不会 吸取任何的教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对不读历史 不关心历史真相的人 根本就不会去在乎 什么历史教训 从不知晓历史真相 到知晓历史真相 这是个第一个层次的历史 达到这个层次的人 聪明博学 但不一定有道德 知晓历史真相 也真是历史教训 懂得判断对错是非 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 达到这个层次的人 既聪明还有正义感 但是历史的最高层次 就是洞察人性 悲悯人心 这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像 在塔吉曼说的 那什么叫人性呢 人之所为人 的基本性情和特征 那么这特征是什么呢 理性意志 情感 直觉 良知 那么随着人类的自身的认识 越趣深刻 历史 似乎也要越顺应 人性 但是历朝 历代的政治思潮 权力 结构 国家 意志 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心意 都一样 所以呢 洞察人性 悲悯人心 的历史 为什么能够超越 政治教训的历史 而成为最高层次的历史呢 因为任何时代 都是人的时代 任何政治秩序 都必须附生于人性 这一个基本的前提 所以呢 这位仁兄说 人类历史有三大现讲 群众痛恨真相 政客鄙视教训 专家没有良心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专家 都没有良心 但是我看最近 葛建雄教授 最近提出了几个问题 有人认为很尖锐 而且很深刻 但是说老实话 到现在都没有大家 很满意的答案 这是上个月 2022年的6月 也就是 葛建雄教授的 全球化智库 他提了问题 全球化智库第八届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 他发表演讲 提了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 终归纳起来 全球化除了经济 全球化 包括不包括价值观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 有没有价值观上的 最大公约数 我们批判的 西方人的虚伪 这虚伪的背后 有没有真实的价值观 文力复兴以来 几百年形成的观念 算这是为了欺骗 整个世界吗 好了 从利益共同体 如何走向 命运共同体 西方文明 有哪些方面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为我们的 全球化过程中 是不是要回避 或者刻意回避 价值观的问题 提得很好 详细的说 他说一直在思考 一个问题 全球化有没有价值观 或者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 第一 全球化 是不是需要 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 我们都会批评 全球化不是西方化 不是美国化 我们经常提全球化 还要提经济全球化 我们避免 幻幻的谈全球化 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 是不是需要一个 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 如果需要 那这是什么 有意思 冷不丁来了 这是什么 第二 我们经常说 相向而行 特别谈到了中美两国要相向而行 也提议我们跟欧洲跟其他国家要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 成了外交术一个惯用词 那问 请问有没有这个像 像是什么 如果有的话 这个像仅仅是个利益的平衡点吗 这个像 是不是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念上 要取得跟人家一个基本的 或者最大的 最起码的工业书呢 那这工业书又是什么 的第二个问题 相向而行 第三 利益共同体 或者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现在提了快十年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 这是个宏伟的目标 我们提到了建设利益共同体 那么利益共同体跟命运共同体 有没有区别 区别在哪里 如果这是利益的共同 最后是不是个自然而然发展到命运共同体 这两条平行的线 最终会不会交跌在一起 第四 要反思 什么叫虚伪性 什么叫双标 经常在批评美国 西方国家 价值观念的虚伪性 他们搞双标 当然 很多时候 这是事实 但是呢 美国和西方的双标 有没有对自己本身的真实标准 他们的虚伪性 被我们视之为虚伪性的背后 有没有他们真实的价值观 和价值观念 他提了一个问题 难道这些几百年前 或者在文力复兴以来 逐步形成的西方的文明观念 全部是虚伪的吗 难道他们的观念 产生的目的 是为了到今天 来欺骗中国人民 欺骗世界人民吗 这问题 也把很多人给噎住了 文明互贱任了什么 就习近平主席 这些人经常有些新的名词 当然他的秘书班子也很努力 他在2006年 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 总部发表演讲 提到了文明互贱的概念 文明互相借鉴 而且多次在国际场合 国际会议 多次重申了文明互贱的观念 表明中国在文明互贱的引领和倡导 那么好了 葛建雄提的问题 根据正常的逻辑 这句话意味着 现在世界上所存在的 所有的重大的文明 都应该互相借鉴 那这句话包含一个全体 文明的存在的 互相借鉴和学习的东西 习近平提这个概念 已经十几年 往前追溯 其实慧孝通 先生在几十年就着倡导 对待世界的文化 对待不同的文明 应该是大家很熟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共同 再读一遍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好了 葛建雄近了提出个问题 几十年来 最少这十几年来 中国的宣传部门 中国的教育部门 中国的专家学者 包括我们自己 有没有认真研究过 什么叫文明互建 比如西方文明和美国文明 哪些方面是值得 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都掖住了 葛建雄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来讨论 这个全球化问题 大家有没有考虑到 价值观的问题 或者是对价值观问题 大家都刻意去回避 葛建雄教授 这是大灾问 我不把它当成天问 天问是屈原问的 屈原问 然后也在跳江 葛先生他应该不至于这么做 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 只是幻化而谈 跟着伟大领袖说 这些概念的时候 没有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 或者说思考了 找不到答案 或者说找到了答案 不敢大声说出来 也不敢写出来 那些到处给人类指明方向的人 是不是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确信 敢的到处指明方向的人 一定已经是胸有沉足 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也许是 当然也许还不是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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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